根据教会的安排,我们来继续查考这个生命纪的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可以说是最长的一章,在这个生命纪里头 所以一共有六十八节 我今天就把它分为大概三大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如果我们有读过这个二十八章 我们发觉到摩西再次重新再讲一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二十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生命纪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 你若留意听从主你神的话,谨守遵行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祂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第二节,你若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跟随你,临到你身上 这里摩西再次谈到提醒百姓要来怎样来尊重或者来听从神的诫命 一开始摩西在这里说,你若留意听从主你神的话 听从神所吩咐的一切 神就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摩西又说,你若听从神的话 所以以下这些福气必定来追随你 所以这个二十八章谈到有怎样蒙福 然后呢,如果你违背的话,你就会被咒诅 所以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是谈到这些要怎样得到福气 摩西一开始就讲到说,你们必须要来遵循神的诫命 如果我们记得这二十八章 其实在这个立位记的二十三章里头 也是谈到二十六章,对不起 谈到同样的事情 我们发觉到摩西再一次地来提醒百姓 要他们在还没有承受这个迦南地之前 这是他们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他们能够遵循神的话 遵守神的诫命 他们就会得到神应许要吃给他们的各种的福气 所以从这里第八章二十八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 这里有谈到七种的福气 如果他们愿意来听从神的吩咐 神就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这些福气一定会来追随他们 第三节这里说 城里必要蒙福 然后呢 下半段说 田间也必蒙福 第四节 人跟牲畜也会蒙福去 然后呢 牛羊也会蒙福 第五节 孔子必蒙福 所团的面盆也必蒙福 然后第六节说 他们的出入也必蒙福 这是神 接着摩西告诉当时的百姓 你若留意听神的话 你若愿意来听从神 这个七种的福气 必定会来追随他们 不单只是这样 除了这七种福气 当我们看第七节到十四节的时候 我发现到 还有 有了这些福气 还有一些 延伸的福气 就是说 extension的福气 第七节里头说 他们神必保佑他们 杀败他们的仇敌 然后第八节说 仓房能够蒙福 第九节 第十节 更重要的 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圣名 所以第九节他这样说 你若谨守 你若谨守 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他必照把这向你所起的事 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 然后十一节 十二节会谈到说 地的畜产 必会有余 然后十三十四节 尤其是四节这里所说的 如果他们能够遵行神的诫命 不便宜左右 那神会让他们居高位 如果我们还记得 上一次我们学习了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里头 摩西有谈到两座山 我们可以来回头看一下 这个圣名记的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的这个 第十节 第十节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女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 律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我们来再看 十一节 当日摩西 祝福百姓说 十二节 你们过了 你们过了越旦河 西面逆位犹大 以撒迦 越士 边亚缅 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 吉利新山上 为百姓祝福 十三节 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 以巴路山 宣布咒诅 这是神 在百姓还没有进入 流览移民之地之前 在这两座山上 所给他们的吩咐 所以有六个支派 也就是 西面 立位犹大 以撒迦 越士 还有边亚缅 他们要站在 这个吉利新山上 来宣布 为百姓来祝福 然后另外的六个支派呢 要站在 以巴路山上 来宣布 这个咒诅 所以这里 也让我们知道说 从二十八章里头 摩西 继续来谈到 哪一些事情是 蒙福的 哪一些事情 将会被咒诅 所以有一次 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来看 这个约翰福音 我们请看 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John chapter 4 第四章 十九节 John chapter 4 verse 19 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 你是先知 二十节 我们的主宗 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道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二十一节 耶稣说 夫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19 to 21 The woman said to him Sara I perceive that you are prophets our fathers worshipped on this mountain and you Jews said that in Jerusalem is the place where one will to worship Jesus said to her Women believe me the hour is coming when you will neither on this mountain nor in Jerusalem worship the father 这里 有一次主耶稣 跟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 谈话 这个妇人就告诉 耶稣说 我知道你是 一个先知 这妇人 撒玛利亚妇人 告诉耶稣说 她说 我们的主宗 是在这个山上 来做礼拜 来拜神的 这里所指的山上 就是这个激励欣赏 所以主耶稣 当时告诉这个妇人 拜父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主耶稣在这里 要告诉我们 更深一层 更 有一种 怎么样来去拜神 就是用心灵 就是用心灵 城市来拜神 所以基利新山 当时被 耶稣时代的 这些 撒玛利亚人 他们的祖先 作为一个拜神的地方 我们回来看 这个生命记的 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 刚才我提到了 神愿意把 这七种的福气 赐给他们 在这一节 到十四节里头 告诉他们说 如果他们能够 军守神的诫命 遵行神的道 不单止会把这个福气 赐给他们 更重要的 他们可以成为神 所立为自己的圣 这是一个非常尊贵 也可以说是非常荣耀的 一个身份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知道说 这是神给百姓的 一个承诺 就是说 如果他们愿意 来遵守神的 吩咐 守神的诫命 神就会向 他的选民来 启示 这是一个永恒 或者永远的 承诺 神会来照顾他们 来 来 伺服气给他们 让他们跟神 这个月 是永远的 保持着 能够成为神的圣民 就是指着 成为神圣洁的子民 因为神的律法 是神圣的 如果一个人 能够借着 神的话 神的律法 来遵守 他就能够成为 神的圣灵 相反的 如果他们 不听从 违背神的命令 那他们就会遭受到 这些神 要来 降给他们的 这些咒诅 跟灾祸 我们现在 回来看 二十八章的 第二段 十五节 到五十七节 这里是蛮长的一段 是谈到 神要怎么样 如果他们违背诫命 他们就会被咒诅 所以 神借着摩西 在这里 很清楚地告诉百姓 要让百姓知道说 神是公义 怜悯 施恩典的神 如果人 或者这些百姓 来背念神 神一定会用 很严厉的 来惩罚 来 加祸 于他们 所以摩西 在讲完 七个福气 以后 就继续谈到 七个咒诅 所以凡是这些人 或者百姓 没有来听从神的话 这些七个 这些七个咒诅 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所以从十六节开始 告诉我们 如果他们违背神的命令 成礼会受到咒诅 然后田间也会再次受到咒诅 十七节说到他们的锅跟饼 也会受到咒诅 十八节谈到说 这个生意也会受咒诅 然后土地受咒诅 牛羊也会受咒诅 然后十九节告诉我们 他们出入都没有平安 从这七个咒诅以后 我们发觉到 从二十节开始 延伸到更多 更严重的 这种灾祸 刚才我们学习过了 说七个福气 然后会延伸到 有五个更大的福气 但是如果百姓 违背神的命令 他们不单止要 受到这七种的咒诅以外 再延伸到 有十五种 不同的灾害 这是从 二十节 一直谈到四十六节 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 如果你违背神的命令 神就会重重的来惩罚你 因为神的美意 本来是好的 但是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命令 就好像当初 在神创造天地以后 地也受了咒诅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祖先犯了罪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 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三章 十八节 三章十八节 第一笔给你长出 经济机制里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书 这里告诉我们 当执主亚当孝王犯罪以后 这个地也被受咒诅了 地土地开始长出 这个智力跟经济来 因为人的罪 地也因此被咒诅 四十时代 我们发觉到 百姓信仰 是非常严重的败坏 虽然当时 他们没有王 圣经说 他们不敬畏神 他们任意而行 所以 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 神就使到他们 被很多的外族人 来欺负他们 在王国时代 北朝亚哈王 不敬拜神 所以在那个时代 也出现了 三年零 六个月的饥荒 是因为王不亲近神 远离神 来拜偶像 所以这一些灾害 都临到他们的身上 所以在圣经里头 神老早就提醒 他的百姓 甚至他们还没有来承受 这个疾难地之前 已经在提醒他们了 你背念 神诫命的后果 就是要遭受这种咒诅 所以这是神 接着摩西 来提醒他们 要他们记得 不可以忘记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8章的47节 我们来看 神明记的28章47节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不欢心乐意的侍奉神 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 干渴 车路缺乏之中 侍奉主你所打发 来攻击你的仇敌 祂必把贴耳 加在你的景象上 知道你 将你灭绝 47 and 48 这里也摩西谈到一件事情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不欢心乐意地来 侍奉主你的神 人一般在丰富 在安乐的时候 很容易地忘记神 人在困难困苦 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一般会想到神 要求神来帮助 如果我们看旧约里头 百姓的历史里头 也是一样的 当他们忘记神 去拜偶像 神就使灾祸 临到他们的身上 然后呢 他们就想起 要神求神来帮助 当他们生活好转 或者生活很舒逸 或者富有的时候 他们的心又再次 不乐意来敬拜神 来侍奉神 所以再次 惹神的愤怒 神再把这些敌人 来去欺压他们 好像这里所讲的 把铁额 加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你将你灭绝 所以我们千万 在我们生活 疏愈 或者很舒服的时候 我们不要来忘记神 如果我们有时间 我们可以把28章 我们细细地读一下 我们可以先来读 这个1节14到14节 神要怎么样 赐福气 给他的百姓 当我们读完以后 我们接下来会读到 神要怎么样来 咒诅 惩罚他的百姓 如果他们违背神的命令 所以我们发觉到说 神是非常爱他的子民 神也是非常公义的 不是因为你是他的子民 你犯罪 你被虐神 神就不理你 或者让你任意而行 神一定会来惩罚你的 所以我们要很感谢神 今天我们认识了主耶稣 可以说我们生活上 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真的在舒适的日子里头 我们更不要来忘记神 要常常祷告 读圣经 接着现在在这个困难期间 所以我们常常地来上网 去听道理 来参加茶经聚会 这样我们会得到 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 虽然我们仍然会面对 很多生活上的困难 那是主耶稣 就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段 58节 58-59节 这书上所写的 立法的一切话 是叫你敬畏 耶和华你神 可荣可畏的名 你若不举 不举手遵行 主必将其哉 就是自大自长的灾 自重自久的病 加在你和你后遇的身上 我们在这里发觉到说 摩西又再一次 我们说 他不怕被人灼 他为什么这么重复再重复 也要提醒百姓 要来遵循 立法书所写的一切话 摩西在这里说 如果你能够来听从这书上所写的 来敬畏神 那你就会得到一些灾难 如果你能够来敬畏神 因为这里摩西说 你神是可荣可畏的名 所以要来听从神的话 不听从这里神所赐的灾祸 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灾祸 而且这些灾祸是又大又长的灾祸 而且所生的殖病是 自重而且自久的一种病 所以这里摩西要告诉百姓 不要把神的话 看为是可以复裂的 可以不需要去注意的 所以摩西要他们知道说 这些灾殃如果不要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必须要懂得来敬畏神 所以作为神的选民 神对他们的吩咐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们希望自己在地上的生活 得到神特别的保守 神特别的祝福 他们必须要来遵守神的吩咐 我们都知道 当神向亚伯拉罕来应许 这个迦南美帝要赐给他的后裔的时候 从神的这个跟亚伯拉罕所讲的话 一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 大概有六百多年的时间 从神的应许真的是实现了 让他们真的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但是神在他们还没有承受之前 给出他们一些的提醒跟警告 要怎么样来遵守神的律法 这样才能够遵守 神才会保守他们的国家 让他们有平安 如果他们违背神的命令 神就会把这些咒诅 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摩西一直常常在写说 这书上所写的律法的一切话 你们都要来去听从 如果百姓能够这样做 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家里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会得到神的看顾 所以摩西也告诉了百姓 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 会遭受什么的灾难 所以这个二十九八章里头 神是很清楚地告诉他的百姓 这个界限画得非常地清楚 你若遵守神的话 你就会得到这种福气 你若违背神的吩咐 你会得到这种咒诅跟灾祸 我们感谢神 我们今天能够来认识了主耶稣 能够在这一处教会 我们受洗各儿主耶稣名下 这是直大的一个福气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努力 来敬畏神 来奔走这条天国的路 虽然我们生活上 还是需要去努力 要来为了家里 打家人 我们还要去努力赚钱养家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 我们来看四十七节 四十八节 看四十七节就好了 凡道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 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十三章 十三章的二十四节 二十五节 二十四节二十五节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二十五节 以至家主起来 关了门 你们站在外面 召门说 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 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这两段经文 再次提醒我们 凡事听见主的话 就去行的人 就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聪明的 主耶稣说 这个人就是能够 把这个房屋 建在这个磐石上 所以我们的信仰 必须要有这个根基 这个根基就是 我们这个圣经的道理 我们主耶稣基督 尤其我们现在处在 这个非常不平安 而且异端 众生的一个世代里头 所以我们要更加要小心 更加要懂得来防备 再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努力来进这个窄门 主耶稣说到天国的路 门是窄的 我们要努力进去 这条路是永生的路 引人到灭亡的这条路是大的 是宽的 所以告诉我们说 进天国 我们必须要努力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够停下来 我们一定要一直往前走 来进窄门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 你们要努力来进这个窄门 趁着我们还活在世上 有这个生命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努力 我们在信仰上的建立 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地方 这位里头 神的百姓 他们的生活 他们怎样得到神的福气 他们背内神的时候 怎样被神来惩罚 这一些我们都看到 我们也读过 这就是成为我们 每一个现今世代的信徒的一个显照 希望我们有了他们这种 所犯错的 成为我们一个例子 我们不要再去犯 所以这是神给当时百姓的一个提醒 既然神把他们 从这个烦恼的手中 把他们救出来 神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 很多的力气 来带领他们走这个旷野的路 从法老的魔掌 把他们救出来 带他们一路上 看顾他们 一直到他们 进入这个江南地 神所希望的就是他们能够一心一意 专心的来侍奉神 来敬拜神 守神的诫命 神真的不想他的百姓再次来离开神 所以我们来看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 and we look at chapter 28 verse 68 耶和华必使你坐船 回埃及去 走我城 告诉你们 不得再见的路 在那里 你必卖 几身 以从地坐奴杯 却无人买 所以我们发觉到 摩斯也用这种口气 来提醒当时的百姓 再一次来警告 他们 神已经让他们 进入这个江南美地 如果不敬畏神 不守神的律法 不施奉神 倒不如再回到埃及去 再做一个没有身家的这种 福贝 因为如果他们背逆神 就是废弃了神 跟他们所立的这个满月 这个西乃山之月 就会被他们毁掉了 所以神对他显明这种的 一切的保障 跟他们要得到的福气 就会因为他们的不听从 因此而停止 因为这是神老早 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所应许 所承诺的一件事情 如果选民不听神的话 他们就是主动来抛弃神 来离开神 那神所应许的福气 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所得到的就是这些的咒诅 跟这些的灾祸 今天早上的茶经庇会就到这里 我们感谢主 那我们接下来做我们结束的祷告 我们继续为教会的圣工 传福音的工作来祷告 我们也会抱上您来的身体 谦安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在祷告上来纪念他们 求主耶稣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早日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在网上来敬拜神 我们一起奉主耶稣圣明 我们在网上来敬拜神